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這是在香港為您直播的 亞太商情 我是金賢 2016年可以說是已經接近尾聲了 那麼在面對到今年 如此之多的黑天鵝之後 明年全球乃至亞洲新興市場 又將面對怎樣的波動以及考驗呢 那麼今日高盛就舉行了記者會 就2017亞洲市場未來發展 進行了分析 高盛發佈 包括2017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展望 表示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 相信會採取財政刺激政策 從而導致利率及美元上升 這對亞洲新興市場也會帶來衝擊 特別對中國及東南亞地區影響負面 同時針對今年美聯儲是否12月加息 高盛資深中國經濟分析師鄧敏強表示 市場低估了美聯儲加息的速度 我覺得美國加息的週期就會比現在市場 預計的快點 我們現在基本的觀點就是 今年12月一次 7年加3時 然後2018年加4次 現在市場上是underprice了 低估了加息的速度 所以對於外匯來講 一個indication就是 但是美金如果我們的觀點是正確的話 那我們把美金是會繼續會升值 因為現在市場去underprice 美國的利息的週末 高盛同時認為 2017年中國經濟將會在波動中有所減速 由於明年風險的增加 也會導致中國維持經濟高速增長面臨挑戰 但高盛相信中國政府將會為經濟發展 提供強勁的財政政策以及信貸支持 也表示明年中國通脹水平會繼續上升 人民幣也會繼續貶值 相信人民幣對美元在明年年底 會達到7.30 2016年的GDP表現也會維持在6.7% 而2017年則會下降至6.5% 儘管目前香港房地產市場和消費方面表現相對疲弱 但由於歷年來香港財政赤字較少 所以高盛也相信在今年香港GDP 有所下降的情況之下 香港政府也會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 亞太第一位是孫雪奇 呂元卿 香港報導 好的 今天主播間我們請到的嘉賓是 永峰金融研究部主管圖國斌先生 就財經關注點來進行解析 你好 歡迎你Mark 你好 我們來說一說回顧到在一年前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人開始放話了 而是提出一個警告 就是如果按照現在中國的這種走勢 這種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 以及日益膨脹這種企業戰士 就是不斷地高積累臺的話 其實接下來很有可能會造成一場 金融風暴 好 那麼你怎麼來看 就是因為現在整個市場 又開始對中國的態度 有一點轉變了 就對於中國之後這個前景 經濟前景還是比較趨於平靜的 你對中國的經濟前景怎麼看 我相信在中國經濟裡面 最重要的不是債務的問題 而是它的這個增長的動力 跟這個結構的改革是怎麼走 如果說在過去幾年 其實真正重要的從2013年開始 我們看出來三中全會裡面 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是說市場的力量作為資源配置的最重要的指導的作用 如果說真的聽懂這個說話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以前在市場化方面還沒做完 現在需要更多努力去做 如果說從這個改革的概念去說 其實無論說對國有企業方面 體積方面改革 對銀行方面 對資本市場做這個開通 很多方面都有影響 其實也不光是這個債務的問題 但是在寫報告的人來說 債務是比較容易一點點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個金額是多小 然後說如果根據你現在的這個行情去走的時候 那你的利率怎麼走呢 你就可能還不了了 但是我覺得真正的問題不是這樣子 我相信在未來的時間 是怎麼從L型的這個經濟的這個角度 找出來一個平衡點 一方面你需要做這個體積改革方面 肯定需要有些放慢一點點 但是你放慢什麼什麼這個程度呢 對現在的這增長有什麼影響呢 我相信在過去兩年其實已經有一些 慢慢的理解出來 特別是從2014年到2015年的時候 我們看這個A股 曾經大漲然後大跌 其實一開始為什麼用這個A股做一個選擇呢 就是希望拋開以前的 從房地產跟銀行體制方面的這個合作 現在可能需要另外一個財富的這個工具 我相信在未來時候呢 有可能是多做一點點的不同的功夫 但是終點還是很終點的 還是做這個市場化的力量 我相信這個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 無論說是人民幣的改革 A股的改革 所有都是跟這個市場化有相關的 不過我也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在整個今年這個全年的 我們看國家的這個經濟的一個任務 就是說要去庫存和去產能 那些在去產能方面已經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像這個鋼鐵以及煤炭的這個去產能化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在二級市場上的話 其實這個煤炭以及鋼鐵 反而這個股價又是開始有所上漲的 所以現在也有聲音說 可能之前已經是去產能去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其實已經是去了很多了 所以現在這個價格又開始回漲了 那麼所以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這對於這個去產能方面來說 是一個循環的周期過程呢 兩個方面去看這個問題 一個方面如果說市場的力量 其實也在往前面去看 一方面如果說有這個供給方面的這個改革的時候呢 我們看是因為在過去十年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自己有效需求 在基建方面推動做的太多 然後我們現在的效果呢 需要承受一點點這個負面的影響 如果說十年的問題需要一年多就可以改完呢 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因為我們相信在未來幾年 其實無論說資源方面 大眾商品方面 無論說煤炭方面或者是鋼鐵方面呢 能夠慢慢的我們看這個供需環其實 慢慢平衡下來的時候 什麼是平衡 其實就是說這個價格沒有再跌 然後回漲 如果說真的做的這個程度的時候呢 然後投機姐在他們投資的這個標題物 無論說是集結的在這個期貨方面去看一看 或者是從這個資源股方面 我相信也是合理的 但是一般來說他們做這個行動 是更真正的這個供需關係平衡 走前的很多的 比方說起碼可能是9個月到1年多的時候 現在我相信市場裡面反映出來 是有一個提前反映出來的這個效果 那在剛才的時候 我們也提到關於企業債的問題 再來看到這個中國的企業債 現在是累計達到了18萬億美元 已經是淡到了中國的總GDP的169%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相當沉重的 而且我們來看到 其實它其中有個叫影子信貸 這個問題是尤其的嚴重 所以慢慢你覺得現在 對於中國的儲備來說的話 能不能夠應付到這樣的危機呢 我看重點是這個問題的本質是怎麼樣 如果說外匯儲備原來是用來做什麼 一般來說就是我們在貿易這個活動以後 其實對別的國家 我們能夠做這個買賣方面 可能是我們買入的可能比較小 賣出的比較多 然後有一個儲備 然後資本帳方面也是有一個流進來 然後我們流出去的可能比較小 然後這可以有一個我們看 比較大一點點的儲備 但是這個儲備基本上跟我們看 這個債務方面其實不應該 同一個水平去做這個作用的 我看這個債務的問題是怎麼樣 你說銀子方面其實非常重要 為什麼有銀子 為什麼要用一個間接的這個方法 不說一個集結的方法去做呢 就是在銀行體系裡面我們不能夠處理 然後需要別的方法去做 現在如果說真的根據三中全會裡面 說的市場力量的時候 其實應該說大部分以前可能 在別的地方去整理的 現在也應該曝光在陽光底下 我們看得出來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把它都納入在這個提示裡面了 我看這個是非常重要 現在的問題一個是其實這個數目是多少 另外一個就是企業方面 他們賺錢的能力 有沒有增長的動力 你可以跑贏這個利率的增加的速度 跑贏這個債務增加的速度 我看現在如果說中國整體 這個百分比這個GDP增長 可能是7%的時候 其實應該還可以還可以應付得了 但是如果說很多的部分 比方說在這個財富的效應方面 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跟去年A股大跌以後的這個反應 如果說期續下去的時候 這個影響可能就比較大 所以我看現在終點 是在政府跟市場裡面 做一個希望管理 讓整體的資產價格不要下跌 如果沒有下跌的時候 比方說大部分的股市 還是上漲的時候 對債務的這個問題 也可以比較好處理 好 那我們來說 剛才是聊到對於這個中國 整個這個前景來看的話 依然沒有那麼悲觀 但是對於這個日本方面 我們真的是要來談一談了 因為這個日本方面 應該很不願意看到 這個特朗普在當選之後 關於他要退出TPP的 這樣的一件事情 而且在之前我們看到這個安倍 也是特意有飛到美國說去 我表示一下我的友好 就是這個特朗普並不買賬 堅決是說我是要退出這個TPP的 那麼好了 那麼如果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日本的方面 因為它的這個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 是在逐步的增加的 有沒有可能最後選擇跟美國一樣 用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呢 我看如果說對日本來說 再用這個貨幣政策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的意思 為什麼呢 在過去20年它做了很多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一個體積的問題 如果說它能夠容許 它本身的很多企業 別跟銀行方面分出來 不要找得那麼緊的時候呢 其實能夠在十多年前以前 已經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它的問題不是 突然出現的一個金融危機 跟美國不一樣 所以現在它做這個量化寬鬆 做這個負利率是完全是沒用的 其實很多的錢 還是停留在這個QE以後 在這個資產裡面 停留在這個銀行體制裡面 沒有跑出來 當這個錢沒有跑出來 這個實體經濟裡面呢 對大部分老百姓來說 是沒用的 我們看它完全是沒有通降的 這個預期就是這樣子 現在我們參考美國方面 特朗普你剛才說 他就是能夠說 用財政政策方面 然後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有這個可能性 能夠大部分賺錢以後 花出去 然後成為別人的這個收入 然後再循環 如果說能夠做出這個預期的時候 對通降預期打上去是非常有幫助 我相信日本方面肯定需要做這個事情 但是他們有一個結構性的困難 其實也不但是日本全球性的 是人口老化的這個問題 日本特別明顯 如果說他們能夠 能夠容許比較多的外來的人口 可能對他們比較好 但是傳統來說 日本是非常排外的 對 跟美國跟別的歐洲國家是完全不同 所以沒有這個人力資本 去累積一個增長的動力的時候 我看單純是這個貨幣政策 跟這個財政政策 其實也是有非常大的難度 最主要的話是因為這個老齡化的問題 好謝謝馬克的分析